牛年就丑年将要来临了 在这里呢 我向今日头条的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读者 自己新年的最忠心的问口 祝大家心碎能够奴役 能够各方面得到进步 浩芒环球 车浴 珠方浴车晒烏马 文明古过逢新年 大象岗位卢子牛 上年主要是针对全世界讲 下年是讲到我们中国 为什么讲这个浩芒环球直额孕呢 去年一年呢 是全人类遇到一个北年卫孕的 甚至几百年卫孕的一个额孕 这个额孕就是冠状病毒 在全世界的风行 它是无孔不入的 不论国家 不论民主 不论阶级 不论地位 都是一时同仁对待 这个病毒全部之快 这是人类基本的历史经验没有的 所以这个额孕呢 是我们全世界人民都面对了建立的命运 可是呢 我底下讲的珠邦 就讲的世界各国 赛翁是马 胭脂非腐 虽然是很坏的事情 可是它能由坏事变为好事 就是使全世界人民在这个通话世界面前想到我们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人类和人类的关系 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有一个命运共同体 就是我们人类赖于生存的这个地球 在世界上 在宇宙中 虽然是很微不足道 可是对我们人类来讲 它是个好嘛 其他无穷 那么我们全人类 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星球上 命运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不会哪个国家的命运特别好 或者哪个国家的命运特别坏 它是个共同体 这次冠权病毒充分地说明了这点 如果讲我们能认识这点的话 那就晒翁身马 言之非复 就会感到人类的思维往前推进了一步 如果不认识这点 还想前个阶段特朗普想冠权病毒政治化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或者说是愚蠢 下年是讲了文明古国 冯雪年大将刚为卢子流 这是讲的中国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 我们知道 世界上有几个文明古国 过去讲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 印度 巴比勒 中国 而中国是唯一的文字流传的最久远 而且一脉相承 如想中国的文字从公元前16世纪三代开始到今天已三千多年 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下代的文字还没有发现 这样的一个文字能够三千多年延绵不断 在自行上经过了很多变化 可是他的母体还是从英商甲国文一直传到经文 一直传到地书 行书 凯书 一脉相承 一直到今天 今天我写的这幅对联就是基本上是刑凯 这个文明古国处在这个万般多难的一个时代 我想我们中国对全世界唯一所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有责任性的大国 要对全世界负有我们的责任 比如讲这个巴黎协定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在巴黎协定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有很多贫穷的小国家 当时他们对巴黎协定各国都是付钱的 他们可能有困难什么 我们中国都是尽可能地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巴黎协定的主席是法国的Fabius 他曾经跟我讲 他说中国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在巴黎协定签订同意的时候 要举起这个绿锤子敲一下 因为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首脑圈去了 有一个国家反对的话 这个巴黎协定就不能通过 结果那次是传票通过 这个机器上一宣布传票通过 法明协定说告诉我 我很快地敲一下 因为举手的时候人家都可以反悔 很快地敲一下 其他人就没法反悔了 然后我就很高地举了起 狠狠地敲一下 这是法明协定是亲自告诉我的 他那个敲的小绿锤子 这是象征着世界命运共同体 象征着和平 象征着友好的 他送了一个复制品给我 我把这个小的绿锤子 伸送给南开大学报告 这个我想 我们对新的一年的来临 还是充满了希望 我们对世界的命运 充满了希望 我们对祖国日益的强大 充满了信心 所以讲 在新的一年里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做好自己本质的所有的工作 同时关注现在一个很多遍的世界 那么我们中国会上下一体 全民一致来做好很多 对世界有利的事情